相信很多人都看过《差事男飞》这部电视剧,剧中赵燕国张诗演的张诗豪绝对让人不寒而栗,那股狠镜和变态的演技更是让人拍手叫绝,而此剧却是根据真人事件改编的。 剧中的张诗豪就是曾经绑架香港守护李嘉诚儿个李泽剧的张子强。 一说到这个害人听闻的大道张子强的故事,相信很多人一定不陌生了吧,当时他的事件也曾轰动一时。 据说因为香港没有死刑的缘故,张子强逃脱了很多罪责,并且他还经常利用公众舆论来为自己的罪责开脱。 早在1996年,张子强在路上劫持了正要回家的李泽剧,据说当时张子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,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五分钟。 而这件事情发生后的24小时内,李嘉诚按约定给绑匪交了10.38亿的赎金,让李泽剧安全反家,并且没有对他进行心理上和身体上的折磨。 整个过程,李嘉诚全程自己操作,并没有报警,如今多年过去了,李嘉诚终于在众多面前说出了真相。 据说,当初李嘉诚没有选择报警,而是选择交赎金,有众多方面的考虑。 首先是,就算报了警,警察不一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救自己的儿子,孩子的身心都有可能遭受重创。 第二,香港没有死刑,张子强之前恶果累累,若是这次抓到他了,刑满事犯后,很有可能遭到报复,最后是因为绑匪表现出来的行动。 一看就是经过很多次抬点才动手的,不拿到钱不罢休,为了所有亲人和自己的安全着想,花钱买欣然是最明智的做法。